俄军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动用了准核弹 乌克兰的仗是越来越难打了 大家好,我是石涛 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观察 在俄乌冲突战场的一线 在乌克兰的苏梅州 俄军是第一次动用了所谓的ODAB1500系列的温压弹 对乌克兰阵地进行打击 那么这一次打击呢 升腾起的这个蘑菇云状的烟柱高达1000米 远远看过去仿佛就是一颗小型的核弹爆炸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ODAB系列的温压弹 在前苏联的军队里面就有装备 那么是分为500、1000、1500等等不同的口径系列 后面的数字代表了就是它的弹重 那么这个ODAB1500型温压弹的威力是相当之巨大的 那么它的这种爆炸方式与一般的TNT炸药是不同的 它是首先形成一个气溶胶云 再点燃这个气溶胶云 使得爆炸产生高温、高压 可以很好的摧毁相关的建筑物设施 以及能够以高温和高压使得爆点附近的人员受到损害 那么类似的温压弹 美国当年就在越南战场上使用 用运输机扔一颗温压弹下去 能够在热带雨林中迅速的打开一块直升机能够着陆的 这陆场面积是相当之大 中间的树木全部被齐刷刷的给连根砍断 可见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之大 那我们说俄罗斯现在正在利用所谓的科技考古的方式 从前苏联庞大的这种科技 以及技术库存里面去挖掘能够低成本的生产 并且大量投入使用的一些产品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的各种口径的FAB系列的炸弹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现在这个ODAB系列炸弹 也是俄军最新的科技考古的成果 乌克兰方面得到了消息 是俄军现在能够以老的苏联的技术 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大量的生产 ODAB系列的空气燃料 或者叫温压弹这种炸弹 那么这种炸弹对于目前俄乌冲突前线的这种态势来说 对乌军来说是相当的不利的 特别是在这种城市作战中 这一颗弹扔下去就可以让这个房子里面 几乎是所有人直接就KO掉 直接死掉 但打到现在 俄军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 能够依靠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资源 能够组织起更有效的包括军火工业 包括它的人员动员 那么这些资源即包括前苏联的相关的科技遗存 也包括了俄罗斯通过伊朗通过朝鲜等等这个友好国家 得到的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呢 既有类似于小摩托 类似于弹道导弹 这样的一些工具 同时呢 也有类似于无人机 类似于热成像仪 这样的一些 更高科技的一些产品 通过俄罗斯自己的 适应战场的改装 这些武器 确实已经在俄乌冲突的前线 在最近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发挥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再这么打下去 乌克兰方面确实是越来越难的 一方面啊 乌克兰方面自己并没有俄罗斯那么庞大的 继承自苏联的一个战争遗存 或者说是库存 当时继承那些少量的库存呢 有的是变卖出去的 有的被偷走了 更多的是在2014年起的 这一些不断的摩擦冲突中呢 已经消耗殆尽了 因此呢 乌克兰比起俄罗斯 在这个装备的研发潜力上呢 是差了一大截 另外乌克兰背靠的 北约的以及欧美的相关国家呢 其实也并不具备大规模 能够投入生产的工业的能力 因此我们看到乌克兰前线 现在不仅是装甲车 坦克缺 连炮弹子弹都开始出现了匮乏 那么这正是乌克兰或者说乌克兰代表的欧美的整个战争工业 与俄罗斯目前全速运转的战争工业体制之间的差别 而这将会是决定未来俄乌冲突的一个最基本的物质上的力量对比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